港多头条消息看到的是高雄市政府抢救旗津海岸线作战大成功 因为市府投入了7亿元的预算来进行抢救 运用离岸潜堤等多项的工程做法 终于在今天举行了完工典礼 防止旗津海岸线侵蚀 市府投入7亿元预算排除万难 保护海岸工程终于完工 离岸前提等工程发挥作用 退缩的海岸线再次往前延伸 在高雄缴出一张保护海岸线的漂亮沉积单 陈局呼吁中央重视海岸线的流失现象 旗津海岸线的地方 旗津没有很久 我看整个旗津地方包括有一个棒球场 包括我们的自行车道都已经都受到海影 这样全都没起来 所以市政府跟书都决定 说这样在中央的前则 不清楚 市政府不是有钱 市政府是财政很困难 但是一定市民的生命安全 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这个沉沉 一定要做这个选择 旗津海岸线保护工程 保住了长约3.6公里的海岸线风貌 游客最爱的沙滩上人来人往 正式成果见证 港独书欧远彭冠英 采访我到